回頭看你以前都是演那個女主角的閨蜜啊 對 好朋友啊 所以我很感謝就是最近的戲 這幾年的戲 其實好像要走出一種那個白富美之類的 對 就是醜胖排 好像也只有一片 只有一片片 會不會覺得越來越難超越的 其實我覺得我每次接觸到一個角色 就像就像就其實都是很緊張的 就像我記得不知道誰說過 他就說他每次談的戀愛都像是初戀 那我其實我每次遇到一個角色 我都是很緊張的 然後可能經過前一兩個星期的找角色之後才會慢慢的 所以我才說很感謝他們 就是我覺得在這裡 我真的就是真的有活在活潑的世界 對 那其實我每次遇到角色都還蠻戰戰機的 對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對我而言我覺得 單身有那個問題 對 對 然後我覺得跟他們相處 又真的很像一家人 所以其實 那就是真的覺得很爽快 再打一場很漂亮的球 這樣就是你打過來我打過去這樣 就是你 在拍片現場 他大部分會跟王少維這兩個帥哥講話 我有時候想搭進來一句都沒有機會 哈哈哈哈 你不要這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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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哥來的時候我會跟你講話 哈哈哈 對不對 我老公泡哥來的時候我會跟你講話 謝謝謝謝 謝謝感恩 不瞎你說 哈哈 最對不起的是王少維 喂 哈哈哈 其實我們本來的台詞是說 本來有一段台詞是就是 最後因為可能就是有點改掉了 對 本來那台詞是說 欸那這樣子那你聽到誰上 然後我就說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 那本來還想加一個說 其實 其實就是我的二兒子 雲彈風機是這些名啊獎啊 魚舞 因為王少維直接在群柱裡頭說 不論誰得獎 獎金拿出來分 哈哈哈 就是 一樣人設很正確 就是 要分錢這樣子 就這樣 所以其實那時候 其實我都很高興 對 都很高興 獎金給老婆之類的嗎 沒有 其實我有發願啦 說如果有機會得獎 我就捐給一些慈善團體 嗯 所以我說 這個真的就是 娶婆子是怕後了啦 就是 人家說 那個 對啊 你跟Sandy 剛好欸 一個要結婚前 對啊 喔 Sandy 對 還有結婚 對 Sandy要娶婆子 哈哈哈哈 他是嫁人 他嫁人了啦 所以下次要得獎 我們就先離婚 然後再結婚 再婚 那不就再搞一個小孩出來 所以意思是 王大偉就分不到獎金 就對了 喔 好啦 我就還是會 找一天把大家約出來 然後 媽媽請我們大家吃飯 哈哈哈哈 是不是他們冷色很健全 我捐 我捐掉了嘛 甚至媽媽還有十萬塊在 哈哈哈哈 媽媽請 會啦 會啦 還是會 就請大家一起吃飯 應該的應該的 但是媽媽已經分給女兒了 真的 真的 真的很開心 而且我覺得 拍這個戲就是 真的 大家就真的很像一家人 就是每天是去 而且 晏霈為什麼今天會來 晏霈 他來分錢的啊 來分妳的十萬塊 他來分錢的 哈哈哈哈 來分錢的 了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